随着入境台湾零加期即将要免隔离 最快10月中就要上路 已经有不少防疫旅馆纷纷必须退场 但是也让业者抗议说太过仓促了 面临到这些防疫旅馆要转型 人才招募不及或者是设施换新 需要经费等等的问题 而目前过渡期相关配套的规范也还没有出炉 只能够期盼政府指引提供补助 才能够加快转型 对此指挥官王必胜表示 要回归一般旅馆过渡期如何辅导 观光局已经在着手研议 最快27号会有具体决定 本来都是做居家检疫 现在如果说要做确诊 可能要收确诊 可能会有转型的这些困难 所以可能都倾向于 恢复他以前旅馆的正常营业的方向去做 那至于说过渡的这个阶段 那是怎么样辅导 那观光局已经就在着手研议 为了因应10月中边境开放即将到来的零加期 已有不少防疫旅馆纷纷退场 数量降到2.4万间 正面临退场的过渡期 指挥中心强调退场辅导初步决议 最快27号会有具体决定 不过防疫旅馆已两年没接待一班旅客 突然宣布零加期让许多业者抗议缓冲时间太少 目前的地方状况由于这个新政策的宣布 所以造成有一些客人他会改变他的旅程 大部分的客人也是直接取消 基本上大概已经将近到两到三成的左右 目前的话我们是规划在这个退场机制开始之后 我们饭店会做一个这个清销 甚至于做一个全新的装潢 而防疫旅馆目前平均使用率仍有六成 相较于一般旅宿 疫情期间平均住用率不到四成为高 业者担心配套不全 临时要改回一般旅馆 人才账目不及加上政策太临时 整体时程打乱 装潢工及厂商联系都是一大问题 且设施换新需要经费 也盼政府补助 若要重新接轨还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防疫旅馆来讲 它的防务人员的就是使用量没那么高 所以很多的防务人员已经都临时了 人力吃紧的时候在服务品质上可能会被打折扣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做一些准备 这个时间可能整个阵痛期可能将近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政府应该要赶快的来做一些帮忙的措施 迎接边境解封 冠冠放电全力冲国旅而防疫旅馆业者措手不及 除了等待指引也期盼政府能赶紧公布相关配套给予补助 记者徐芷杰黄博凯台北采访报道